转载自百项号作者 此次说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 有些是显性的 有些是隐性的 但是变化本身是不受意志而存在的 马姑自说云 揭示以来 以前东海三为丧钱 所以一定程度上 时间是最能反映变化情况的 我们看到现在的NBA 经常会说 这种球在以前是不会存在的 或者是以前的某个某个球星 放在现在又会怎么样等等 实际上这就是没有看到NBA变化的事实 变化存在相似性 却不具有可逆性 拿NBA来说 现在是小球时代 以前是巨人时代 可能将来NBA还会回到巨人时代 但是两个巨人时代是不可能相同的 纵观NBA近20年的变化 很明显的感觉到 整个联盟的趋势是从内线往外线发展的 内线球员对比赛的影响力也逐渐被外线球员超过 到今天已经完全变成了外线球员的天下 我们成为小球时代 那么内线球员是如何从球队支柱 一点点变成球队的角色球员的 我们常看了近20年NBA的比赛数据 从四个数据看出了一些端倪 这些数据可能会左右内线球员是如何被淡化作用的 三分球出手数逐年递增 从1998到1999赛季联盟的场军三分出手数13.24 到2017到2018赛季场军三分三分出手29.04 增加了两倍多 而且是逐渐递增的 这说明了 球队进攻的重心从内线转移到了外线 而防守端内线的作用就不是那么明显了 这是一个由内到外变化的佐证 发球数趁整体下降趋势 1998到1999赛季的场军发球是25.8次 到2017到2018赛季场军发球是21.7次 中间有起伏带趁整体下滑趋势 这跟进攻靠吧也有关系 选择冲击篮和篮下单打对抗减少了 而且近些年的三分发挥还在增加 内线的对抗程度在下滑 进攻回合成整体上升趋势 1998到1999赛季的场军进攻回合为91.6次 到2017-2018赛季的场军进攻回合就到了97.3次 进攻回合的增加说明了场上节奏再变快 这就要求球员的速度更快 而阵地战也将减少 内线球员脚步慢 而且进攻依靠半场阵地 地位很难不下降 前场篮板率称整体下降趋势 1998到1999赛季的前场篮板率来30.2% 到200117-2018赛季的前场篮板率变为22.3% 前场篮板是直接能够转换二次进攻的 以前的内线球员十分重视前场篮板 但是现在在速度的要求下 前场篮板被大化 内线的身高优势也在下滑 从那个外就是NBA如今的变化趋势 我们已经很清楚是如何变化的了 另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是 不仅是近20年 自1980到1981赛季开始 整整38年 NBA球员的平均身高值就一直是6尺7寸 2.01米 没有发生过变化 据研究表明 2.01的平均值 已经到了NBA球员的平均身高极限 以后想要变化也很难了 2.01的平均身高极限